那么截止到目前呢 我们有13个疫情中风险地区 主要涉及徐汇 宝山 松江 杨浦 洪口 浦陀 靖安 敏航 凤贤等9个区 刚才我通报了一个区域啊 也就是到明天的6月27号的临时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这样呢 自6月27日临时起 上海将还剩下12个中风险地区 在我是连续5天没有社会面阳性感染者以后呢 今天又出现了零星散发的阳性感染者 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 奥密克隆变异株传播速度快 隐匿性比较强 随着当前人员流动的逐步加大 我是疫情反弹的风险依然是存在的 因此我们还是要坚持动态清零的 总方针不动摇 严格落实四个责任 着重落实以下三个方面应接处置机制 一是在指挥体系方面 四级两级指挥体系将始终保持应接状态 在发现阳性感染者后 要第一时间应接响应 并及时开展应接处置 尽快及时阻断疫情的传播 二是在发现机制上 要不断完善遍界灵敏的发现机制 建立健全核酸加抗原 长所马加数字哨兵 发热门诊加药房的综合监测体系 构建多点触发监测疫情机制 做到找发现 找报告 找处置 在协同机制方面 保持公安 公卫 公信和大数据中心和各区的协同联动 一旦发现阳性感染者 立即启动落实2加4加24的工作要求 也就是流调队伍呢 22小时内要抵达现场 那么4小时内要完成流调的核心信息 24小时内要初步查清基本情况 并完成相应的流调报告 在此 排行广大市民朋友们继续做好三件套 五还要 并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牢记两个必须及必须扫长所马 或者数字扫兵 必须做核酸检测 按一定的要求 做好 二是要面对防疫人员的流调问询 应履行防疫职责 如时告诉活动轨迹信息 我们会保护好您的隐私 三是一旦出现发热等可疑症状 要务必做好个人的防护 节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 谢谢